大家好,我是奈姨 今天要分享我生活上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我去全年要买卖片时 看到一位年约50多岁的女士在找商品 从第一层找到最后一层 从弯腰、蹲下、站起三个步骤 动作俐落又软Q 完全不输给年轻人 我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询问女士才知道她在找一个 一叉牌的商品 里面有米果、腰果、卖片 店员跟她说商品在这一区 要她自己找 于是我加入了搜寻的行列 确认没有这个商品 我立即拿出手机 请古大哥找商品的图片 并询问妇人是这个商品吗 确认后 我爸气的走在前面找寻店员 然后拿出手机给店员看 告诉他女士在找这一个商品 原来这个商品不在卖片区 而是在腰果区 分享这个故事并不是要去指责说 店员的不专业或者是敷衍了事 而是换一个角度去体验一下 店员的辛苦 毕竟他们的工作是很忙碌的 单凭一两个关键字 就要找寻正确的商品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如果家里面的长辈 不太会使用手机的话 然后如果要买一些商品的话 可以把包装纸留下来 然后下次去购买的时候 带着包装纸 然后再去询问店员 这样子店员也会更清楚 你要买的商品是什么了 好了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奈里 我们下次再见